大家好 我是高愁少 相信身為香港人都知道 最近香港發生了一件很恐怖 很令人感到痛心的事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事件 2023年6月2日下午5時左右 有個患有精神病的39歲男子 真的有精神病的 而且都很嚴重 攻擊型那隻曾經有加布紀錄 需要定期覆診 青山都住過了 現在放出來 2023年3月曾經向醫生求醫 他就去荷里活廣場 買一把大概12吋未開封的刺身刀 接著在商場徘徊 下午5時10分 男人在商場三樓 一間沙沙化妝店門外面前 突然之間 拿起那把剛剛買了沒多久的刺身刀 捧行一個TV的女人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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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好 當男人得知TV沒有資格之後 就向長髮女人賣手 在商場三樓 一間精品專賣店門外 按下長髮女人 捧他幾下 然後一班熱心市民 出來制止男人救救傷者 一段時間之後 掌官到場 才過段落 男人被捕 好可惜 那兩個女人 這麼年輕 就從此是這樣 這件事真的相當可怕 背後其實反映出如今香港社會不少問題 首先 反映如今香港的新聞媒體是多感劣質 這件事剛剛發生沒多久 新聞媒體 TVB 東網這些 查都未查清楚 在腦屈這件事是切割感情糾紛 男人和女人是認識的 但其實都不認識 純粹是白卡搞人 香港的記者 真是算了 假新聞製造者 再只是看香港新聞媒體 真是遲早出事 然後 亦都反映如今香港的長官質素 唉 搞點點蠟燭那些 就好快手 好多人手 處理這些事 就完全不同 香港 是不是還是非常安穩 出街不用怕 有事打999 靠全999就可以了 最後 亦都反映了香港社會 對於精神病人的支援 不是很足夠 為何這樣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 可以放他出來 在社會生活 而不是繼續回復青山呢 接著 香港的精神病治療 是否可行的呢 精神病人這件事 其實不說得笑 眾所周知 香港人口密度都幾高 接著又沒有什麼防身武器可以帶著 一路出街 好易出事 說你犯法這樣 這樣的情況下 面對那些癲佬 是極度危險 這件事 真是很直接影響老百姓的 唉 不過算了 現在是新香港來的嘛 所以大家自求多福了 在街的時候 不要掛著玩電話 打醒精神 見到有人 不是很對路這樣 不要走過去 不要亂說話 現在香港 很多計時炸彈 總之 看著啊